我们做事情无论是自修还是做利他的事业 事情的客观效果和效率不能说它不重要 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关注点应该不是这件事是否做得很正确 做得很好 是否做得完美 而是只要我们不贪不求尽心尽力就可以了 在娑婆世界 佛菩萨弘法立圣的实验也不可能做得完美 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 在这种状况下 佛菩萨度化我们也只能这样随缘尽力 佛菩萨也没有办法让我们今生就完成佛道 所以佛菩萨也没法完美 只能和光同成 在这个六道众生中捞一个算一个 当然了 敬畏来计最终 佛菩萨的事业还是会完美的 敬畏来计最终的结果 不用想也不用考虑 肯定会完成佛道 所以佛菩萨从来不考虑结果 只是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 随缘尽力地 缩短众生迷茫痛苦的时间而已 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这种智慧 远见和精神 做事的时候 不要那么苛求完美 对自己 对别人 都不要那么苛刻 对别人少一分苛刻 多一分包容 这样在一起共事 才能够融洽 而长久 这个道理比较容易懂 但是 我们对自己苛刻 却不容易觉悟 对自己苛刻的人 因为内心压力大 就会不自觉地 把这种压力释放出去 转移给周边的人 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很苛刻 难相处 对自己太过苛求完美的人 由于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 不仅事情反而做得更糟 而且还障碍了自己心性的提升 所以心态是很重要的 心态决定一切 不要给自己压力 你能这样挑担子一样 你能挑多少就挑多少 你能挑一百斤就挑一百斤 你不要想着挑一百二十斤 这个二十斤可能就把你压垮 再也前进不了了 当然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做一些普通的事情 可能不会显得这么愚蠢 但是 在修行当中 我们就是这么蠢 明明很勉强的事情 或者做不到的事情 非得去承担 你老是着急 把事情本身看得太重要 把这个事情的结果看得太重要 你这样执着 会让你周围的道友也很无奈 也很无语 以后做事就不顺利 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关键点是要护持他人的心恋和善心 但是 出发性的菩萨在护持别人的善心和心恋时 往往还夹杂着一些自私心 想着能够增长自己的福德资料 他们在帮助众生的时候 也会有增长自己福德资料的想法 这种伦天道的夜席 还是藏在内心的深处 经常觉察不到 还有那些休息解脱道的小乘人 他们在帮助众生的时候 想的是怎样减少自己的贪嗔 吃宜慢等烦恼 虽然这也无可厚非 但这并不是大乘菩萨道的思想境界 大乘的修行能是比较纯粹的 无我利他的 就是一心一意的护持众生的善心和信念 不会关注我的福德资料 因为他们不仅有无我的智慧 还有菩提心 大乘的修行能在护持众生的时候 自私心自然就会减少了 不再关注自己福德资料的增长 而是把福德资料也要布施给众生 修学佛法 如果反省得不够深刻 还是会对佛法产生执着性 对功德产生贪着性 所以 佛菩萨在教导众生的时候 就会尽量地 用中道的语言来引导众生 避免 引发众生的执着 或贪着 而误导众生 所谓的成佛 就是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 这句话里面有三个觉 觉就是觉悟 那并没有什么圆满可得 也没有什么佛果可成 所以清经中讲 一切都不可得 无智亦无得 无智 就是智慧也不可执着 一切都不可得 成佛也不可得 因为本智具足 本来就是 只需恢复本来面我 在佛菩萨的境界里 什么智慧 成就 西地 佛果 众生 这些概念都没有 但是这往往是初学的菩萨们 所追求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要去做减法 减去心中的我之 法之 减少心中的贪嗔痴 全部都是做减法 一切皆舍 一直舍 舍到最后 连正知正见都舍了 无智亦无得 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关键点 是我们的发心 是不是真正的慈悲心 是不是真的在护持 他人的善行和信念 事情的本身 没有完美或者不完美 没有成功和失败 不完美 往往是未来发展 成长的重要推动力 成功往往让人骄傲 让人最后彻底的失败 甚至灭亡 所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有很多的因缘 我们也观察不到 我们只能 尽人事 听天命 这个开示 也是很重要 看上去简单 但是大多数的修行 觉悟 还有待慢慢地提升 一时还很难转过来 在修行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 又去关注事情的结果 执着自己修行的结果